前方跟各位提到說 不管是這個TCP或UDP 雖然TCP提供了有LiPhone UDP是On Live Service 後面這邊,意思是說,不管是TC或UDP,這兩個軟體都不保證delay跟vendage 所以,剛後面特別講清楚說,這個不是專門是TC,UDP也是一樣 不管是TC或UDP,它都沒有保證你傳送的時間跟vendage,頻寬都沒有保證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什麼叫multiplexing跟demultiplexing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在送的這一段,譬如叫demultiplexing 我們看這個例子,這例子就是說,我們現在有三個host 集中這個host2,可能是我們的server,這邊有process 那這邊黃色就是我們的shorting,我們開shorting 那在process1跟process3,他們是一對 那process2跟process4,這兩個process是自立1也對 那這個中間當然經過internet,這兩個,可能我有三個host 互相有連結,那其中這個host2呢,它是有兩個process 所以它比較像是server,比較像server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說在送的這一段,好像這個 這個樣子,如果我們講這個homebox是這樣過來 從host3到host2,這樣過來的話 那送的這一段本身,它什麼叫multiplexing 不是從application這邊抓data下來,而且從multiplexing 就是說如果這邊有好幾個socket,開了好幾個socket的話 那這個transport layer等於說就要從這邊 然後每一個socket可能都會不會進來 那從上面往下,有好幾個socket裡面挑一個socket的 然後把資料抓下來往下送 這個動作就叫做multiplexing,一般我們叫多工器 如果你在設計的一個修律線像,像電子電路相關的課程 你會學在一個叫multiplexing 就是說你input的是multiplexing, output的只有1點 或者多寫1點,那種東西叫multiplexing 一般在各個液體電路設計裡面叫multiplexing 比如說,這個就是application多的意思 然後這邊很多,這個例子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這個例子是剛好反向 所以這個方向就叫multiplexing multiplexing就是說 當你從網路這邊上來的時候送到這裡 那這個風包到底要丟給哪一個socket 丟給哪一個socket? 那我們知道我們丟給哪一個socket要靠什麼 然後pull number,因為每一個socket都有自己的pull number 每一個socket都有自己的pull number 所以我們pull包送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就根據這個風包上面的pull number 決定從這邊出去,從這邊出去 那由下往上的,這個就叫multiplexing 就是你由下往上要送的1-2-many 這種case就叫multiplexing 所以相對的從這邊往下送的時候 所以這裡可能有後8socket要進來 這邊的socket可能有後8要進來 那以它來講,它到底要選這邊還是選這邊 那這個,往下的方向就叫multiplexing 那往上的方向就叫demultiplexing 所以demultiplexing就是說 我們要deliver 一線的second to correctsocket 我們要把它收到正確的socket裡去 那這個是根據它的pull number 就是這樣 所以multiplexing跟demultiplexing的觀念 是非常簡單的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到底這個multiplexing 和demultiplex怎麼work 我們要提到它是靠這個pull number 因為每一個segment 不管是tcdvdv 它的p式裡面都帶了這個 就是source-pull number 跟distance-pull number 那帶兩個文字 那這個空包如果在前面 它會帶iplex 就是iplex 就是iplex讓我們讓 讓網路把這個空包有辦法送到 我們台電腦 可是電腦上面有好幾個process 所以當我們送到這台電腦的時候 是靠IP的 可是你要送到哪一個process的時候 就要靠這個pull number 那這個pull number 帶在這個空包的黑的裡面 在這裡 所以如果是像從這裡送過來 左邊送到右邊這裡 那這個空包上面記得 這就是source-pull 這邊就是design-pull 所以我們剛剛講 這個空包裡面有帶子 source-pull number 就是送這個空包 這個空包是由哪一個pull 丟出來的 就叫source-pull number 那這個空包要丟給 對方那台電腦的哪一個pull 這個design-pull number 好 帶我一個例子 下面可能就有了 下面一個例子 我們就是說 比如說要從這裡丟出來的這個溫包 source-pull number是5775 所以這個pull是5775 它的design-pull是628 所以這個pull number是628 好 讓它往回送 就丟回去的時候到過來 丟回去就是它就是傳送者 傳送者它就變source 所以source就變成source-pull number 變成6428 design-pull變成5775 所以這個是5775 這邊是628 那它可能是source可能是design-pull 就看它是接收者 還是傳送者 所以同樣一個pull 它有可能是design-pull 因為人家是source 它有可能是source 因為它丟給別的 同樣一個pull 它可能是source 還有可能是design-pull 就看人家丟給它是 它丟給別的其實 那這邊也是一樣 這個pull number 我們就假設是9157 所以它丟出來 這個最右邊 最左邊那條線 是它丟出來 那它這個是9157 它是source 那design-pull 6428 還是這個 所以一個pull本身 那可以對 好多人都可以丟給他們一些 人家都會給我寫程式 如果你寫一個web-serving 這個地方其實應該用http-pull-box tcp-pull-box 就是給http用的 不過這個地方是開始 view-pull-as-gents view-pull-as-gents 那如果是像各位用http的話 那你間連線的時候 你會變成另外一個 新的software跟對方 共通 那你新的software 就有另外一個pull number 所以pull80 不是給人家來 建連線 pull80只是讓人家軟得到你 所以我們叫做web-no-pull 所以它是一個大家都知道的 一個pull number 想辦法跟它建連線 可是連線一建起來 會換另外一個pull 它會放pull 不要把那個pull80 被連線建掉 我們之前稍微提過 你認為這個pull80 它都是兩個pull 直接建連線 同時每一個pull 每一個pull 只能建一個連線 一個pull只能建一個連線 所以如果你把pull80 跟別人家建連線建掉 它第二個連線就建不起來 每一個pull只能建一個連線 這個是建連線上面 人心特區的電腦 我們這時候再來看一下 首先pull80 它會收到這個IP的data branch 每一個data branch都有sourced IP address 這是IP的水平 IP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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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能讓網路想辦法 只能讓網路可以根據這個Destation的IP 把這個握包 盡力送到s-layer 盡力 因為可能會掉 roughter 可能會因為擁擠 然後roughter 丟掉 對不對 每一個data branch 它都會carry一個transport layer 不管是tcp 或upt 都會帶這個人士 其中有兩個很重要的資訊 就是source phone number 跟business phone number 當然還有其他的header 還有我們還沒有介紹 我們就再來介紹 然後這個pulls的本身 就用IP address跟home number 來direct segment to 比較多別的soft page 因為IP可以找到某一台電腦 那pull number可以找到某一個soft page 所以用這個最主要是pull number 讓它可以送上去 那我們這邊就看一個connectionless的multipresent 就像udp一樣 我們看 我們就create socket withpull number 假設server 我們因為是用udp 所以我們剛剛有介紹的 叫做data branch socket data branch 就是udp用的 它假設產生一個data branch socket pull是12534 就叫一個mysocket1 像這樣子 再來一個 這個mysocket2 就是第二個socket 比如說我這個應用程式 我開了兩個socket 一個pull叫做12534 一個pull就12535 兩個 然後這個socket你要identify它 要靠兩個 一個是它的IP 一個pull number IP identify是這台電腦 然後pull number identify 是這台電腦裡面的某一個socket 那我們現在開了兩個socket 那我們等一下就等人家丟過來 我們假設說 當這個pull的人 他收到了udp的聲音 收到 因為我們假設我們收入 我們就開這兩個 等著人家丟過來 現在有人丟過來 那我們就check 第一個 Destation for number 是不是這兩個 如果不是這兩個 你不能丟給它 一定要pull number 對 假設是其中這兩個 那我們就把這個udpsegment 就把direct到這個socket 那pull number 要哪一個 說進行的風包的pull number 如果是1253534 就給它 那 jeżeli12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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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大概就這樣子 後面這邊還有一個地方 注意一下就是說 我們收到的IP Burial 那可能來自不同的sourced IP address 或者相同的sourced 不同的sourced IP address 然後當然也有可能這個Source phone number不一樣 我們也就是說我們送給同樣一個Socket的 送給同樣一個Socket的這個通報殼 來自不同的Source IP 我跟另外一個結論的圖案 就像大家沒需要 抱歉 我應該要下一張 像這個 就是說我是一個Socket 但是我這個Socket可以同時接受 來自不同的Host的不同的Socket number 我可以丟給它 它可以丟給它 同樣這個 它可以接受來自不同的IP 來自不同IP 這是不同的Source phone number的通報殼 假設沒有殼卡沒什麼關係的話 只可以 例如說我們Compination 想像各位如果真的是一個Dominational 那任何人都可以送一個UDP-53 53就是Dominational Query 然後送過來 然後你回覆 那這邊也是來送那個Dominational Request 然後回覆 這個特性叫做任何一個Socket 都可以接受來自不同的電腦的Socket過來 甚至說也可以來自相同的電腦 然後只是不同的Port 就是這邊可以過來 另外一個Port 另外一個Socket也可以過來 都可以的意思 所以簡單的就是說 任何一個Socket它可以來 它可以接收來自Internet上面的任何一個Socket 都可以 就是它的這個組合 或者配對是沒有任何限制 但是有一點要特別注意說 如果你見的是TCP連線 就沒有任何的關係 TCP連線我們再強調 TCP連線是一定一對一 這個Socket如果跟人家見的TCP連線 它是不可以再跟別人見TCP連線的 它就不可以再接收別的Connection Request 它就變成專用 TCP連線都是專屬的Socket 這個是比較特定的地方 我們來注意一下 好 這個例子就是剛剛看到我們 假設說這邊是Server 我們假設說 這邊是Server 然後這邊可以送Request過來 然後我們就回應 那這個例子就是剛剛看到 風化送過來的時候 我們要回應 那回應就是靠這個 這個SourcePort 它其實就提供了 叫Return Address 因為 往Server送的時候 這個SourcePort 待會就會倒過來 就變成往Server往回送的時候 它就變成DestinationPort的意思 就是送的時候它是SourcePort 回覆的時候它就變成DestinationPort 因為它要找到真的傳送者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 如果是ConnectionPort的Request 前面這個例子是指說 它是ConnectionLess ConnectionLess 就是一般指UDP UDP而已 所以它可以專載 UDP的Server 它可以對任何所有 Internet上面的Client 跟它的聯合 就一對多都沒有專輯 因為它沒有見領性 所以它不會被佔用 不會被佔用 所以誰都可以進來 Ewen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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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Port大概都沒有被佔用的問題 所以誰都可以進來 然後它就沒有被佔用 好 可是呢 TCT的時候就不行了 TCT本身 所以我們要Identify一個socket 它要四個tuple 第一個 Source IP address Source phone number 然後Castination的IP address Castination phone number 這四個 公共要知道 才能夠 就這四個參數 就是Identify一個TCP的socket 就是一個連線 一個TCP的連線 要靠這四個參數來辨認它 然後具有微信 比如說我們在網路上面 各位如果這樣來 在情報一點的時候 寫的程式 或在網路上面抓風包 就是要看風包的內容 我們有一些免費的軟體的工具 可以把網路上面的每一個風包都錄下 錄下來之後 把它打開 你看到每一個風包的內容 都看一看得出來 你可以看到 這個這個這個 都看得到 一個TCP的連線 就要靠這四個 通通要一樣 要一樣 在Ident 才是屬於同一個連線 換句話說 屬於同一個連線的 它這個內容 都會一樣 這樣一樣 我們後面會再這樣 就它具有微信 好 那我們說 Received host 你收到這個紅包 Second host 要用這四個 Value to direct 然後Second to appropriate socket 就是你要 把它送給socket 要靠這個 要靠四個都要看 因為它 哪一元跟那個 destination 它有配對的關係 所以不能 不能只靠兩個 要靠四個 好 我們再來看 Server host Main support Main simultaneous TCP的 socket 譬如說 Server本身可以同時 跟很多人建議連線 各位如果寫一個server 可以同時 很多人都可以進來連 像一般的網站 很多人都可以連到這個網站來看 每一個人連到這個網站來看 其實都有建連線 同時可以建幾千幾萬 比較強的 幾十萬個connection 都可能同時建 好 那如果你同時建了很多 G7的connection 就叫TP socket也可以 每一個 socket 就是每一個連線 identify 就是靠這四個 是唯一辨識它 那我們看 如果像各位寫的 webserver 那它會針對每一個 每一個connected的client 它有不同的 socket 不一樣 每一個都不一樣的意思 好 我們也介紹過什麼叫 Long Persistent 的 HTTP 就是連線建完之後 然後它就結束掉了 好 那你下次再來request的時候 它可能會用到不同的功能 因為它 我們講 破發你 是大家建連線 大家都找破發你 可是真的建連線的時候 破發你不能跟你建連線 破發你如果被你用掉 以後你應該就進不來 所以破發你不可以拿來跟你建連線 它已經產生另外一個 那如果市場不是HTP 就是說 我會產生另外一個 socket跟你建連線 那你結束之後 下次你再來 我會產生另外一個 那我第二次產生的那個 socket 跟我之前產生的 socket 可能是不一樣的 因為它polnummer不一樣 比如說你每次來 我都會產生一個新的polnummer給你 可是那個polnummer 可能跟上一次是不一樣的 那意思是這個意思 比如說 在哪個是HTP裡面 我們會有不同的 socket 或一種塊字 你每次來request的時候 它的 socket 可能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裡面的polnummer polnummer會不一樣 也是很會不一樣 那這邊是一個例子 比如說 像我們這邊 這是我們的所有的 那這個client呢 建一個 socket 這樣子 那這邊 這個client 它是兩個 要兩個process 它要開了兩個 socket 就是這樣 一個是這樣 那我們注意到這個地方 你看我們每一個 socket 或者每一個這個pcp的 socket 都要靠這四個 就是它第一個 sourcepolnummer distancepolnummer 然後sourceip destinationip 靠這四個 兩個ip address跟兩個polnummer 一個source 一個 destination 所以這個connection 要靠這四個 那這個connection 要靠這四個參選 那這個connection 要靠這四個參選 要靠這四個 identify這個 這個所謂的connection 所以當我們收到通報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那我怎麼知道 這個通報丟給他 丟給他還是丟給他 你要丟給誰 就在demultipase demultipase 往上的時候是demultipase 我要給他給他給他 到底是什麼 你要看這四個檔位 來決定到底是誰 那你也可以寫這層次的拽設 如果用所謂的 modestrate的webserver 抱歉 modestrate 一般這個要到OS 作業系統裡面才會教 如果各位 已經修過作業系統的話 你應該都知道 你是modestrate 那如果還沒有修過的話 可能到 應該是三年級吧 OS必修 都教了 什麼叫thread 沒有關係 因為我這裡 只是簡單的提到說 如果你寫一個thread的webserver 就是這樣 一個process在這邊 然後每一個來見延線的 你產生一個thread 這個我們就簡單提一下 因為這作業系統裡面會叫thread的 不一樣就這裡 這是每一個都是當一個process 這是一個process 它們不同的thread 我們不記得特別強調它 好 那先有這個所謂的modest 和departing的觀念 譬如說這個東西到底靠什麼 就靠porn number的意思 那如果是tcp 你要靠porn number跟ipaddress 這四個 那如果是upt 大概就是靠網 兩顆大概就可以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 Protocore 就是upt Connectless 的transport service upt 那upt本身 我們說它是標準的 internet的transport 因為它based on IP 那它是best ever的service best ever 我們一般翻成所謂的盡力 盡量 盡量努力 那盡力式就是它可能會loss 就是因為router 因為condition 或者ail 兩個原因讓通報會掉 第一個擁擠 就是通報都沒有錯 都是正常的 只是bargo擺不下 它是被很捨的丟棄 沒有辦法 那另外一個是說 傳輸的時候錯誤的 例如說 有一個電子波的乾燥 一個bit錯掉了 它就快丟掉 錯誤的也會丟掉 正常的擺不下的 也會丟掉 所以它的特色就是可能會loss 那第二個就是它可能會out of order 就是送給application的時候 順序供應用 就是先送一件的先報 因為它走不通的路線 那因為它不要建連線 我們在conversion來說 那比較簡單 所以它沒有handshipping between send跟route c 就是送收這兩罩之間 在送報告的時候 不需要先建連線 所以它非常的簡單 那每一個UTB的segment 我們講 剛剛有提到 都被independent process 每一個都是獨立的被process 相當於說各位在寄那個信 寫兩封信 每一封信上面都要寫寄見者跟收見者 你把這兩封信丟到郵桶 這兩封信就再也沒有關係 對不對 郵差收了這兩封信以後 它不會說這個是綁在一起 每一封信都獨立的 因為上面都有寄見者收見者 就可以送 所以這兩封信經過郵政系統 可能招送是分給不同的郵差 當然好的應該是丟給同一個郵差 假設你要寄到同一個地方 所以兩封信 寄見者收見者都一樣 可是如果 你丟到郵桶之後 你就不能掌控啊 所以這封信到底哪一個郵差送 有的坐飛機 有的坐火車 有的可能會掉 所以先投進去 不見得對方先收到那裡 你可以把它編到郵桶 偷偷編一下 可是看對方收到的時候 先到郵壓承 是不是兩個都沒有收到 沒有可能 那是這個意思 比如說它本身是BestF 每一個都是Independently 都是獨立的 因為這把郵政系統 完全是獨立的 每一東西都是獨立的 但對方有桶 它就不管誰跟誰的關係 每一封都是可以被獨立的傳說 那我們說 那為什麼要有一個UDP 這種東西跑出來 第一個 它不要接連線 那 接連線也會增加Delay 接連線也要花時間 網路上面建連線 一般TCP建連線 要三個來回 就我送給你 再送給我 再送給你 那如果我們兩個在地球的兩端 過去就會有幾百個min second 再過來幾百個min second 再過去幾百個min second 再過去幾百個min second 可能快一點 所以也有可能會增加一些時間的延遲 第二個它非常簡單 因為不需要建連線 所以也沒有任何連線的State 不用把這個連線的狀態記錄下來 那如果建連線本身 我們後面會介紹TCP 它是很複雜的 連線可能建到一半 這個我們建連線要三次來回 一二三 那可能第一個成功 第二個失敗 就掉了 那你這個時候 不曉得掉 不要繼續建 所以你說你建也不是 不建也不是 因為你有狀態 不同的狀態 所以它有一個State Machine 建連線有一個State Machine 連線要結束的時候 又另外一個State Machine 所以它其實蠻複雜的 那這個不需要建連線就是 特色就是簡單 然後它的segment header比較少 因為它簡單 segment header比較少 就是我們剛剛有看到一個東西 這個 就是說我們在網路上面丟的公告 一定會加上header TCP會加上TCP的header 我們知道說header裡面一定有兩個 很重要的就是個pornum 代表說我是來自哪一個sob 可是TCP這裡還有很多黑的 我們是沒有把它寫出來的 比如sequence number 因為它要編號 還有回覆的時候 叫acknowledge number 還有所謂的 比如說al check 也沒有錯誤吧 所以這個欄位這邊 如果我們再 像是在看的時候 可能還有十幾個欄位 TCP 那UTP本身因為它也不要建連線 它掉了就掉了 所以剛剛講的 sequence number acknowledge number 很多欄位方面都不用 所以它這個地方 像這個比較短 比較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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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它簡單就代表說 你會再用網路的流量 頻寬 會比較小 然後 比例是蠻多的 我們講它比較小的 Sigman Page 就節省頻寬 然後第四個 它沒有卡接型Control 沒有卡接型Control 就是說UTP本身 它也不計偵測網路有沒有用緊 TCP本身它很聰明 它會計偵測網路有沒有用緊 證測的方法不外乎兩種 一個是說 它是網路變慢 網路變慢 第二個是 它要掉紅包 這個都是concution control的一個機制 你要偵測concution 那UTP是什麼都不管 那就丟都對了 所以 網路塞爆了 它也不管 那掉了 掉了就掉了 那它本來就可以掉了 所以它這個是比較 就是很簡單的意思 就各位今天把寫了很多信 一千公信丟到油桶 然後塞爆 那流去也不會怎麼樣 掉了就掉了 所以反正它就是沒有 它就先卡抓 就是把網路塞爆 它也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機制來偵測 或者來回避 很簡單 好 那 這麼簡單 但是它有它缺點 缺點 缺點就是說 它可能會掉啊 那為什麼還需要這個應用 是因為說 那因為就是很多應用 它就是不在乎掉紅包 比如說 Streaming 的 Martin Video Videostreaming 像各位上 一些像PVStream PVLine 在網路上面看 Videos 或YouTube 這個下載這個紅包 因為它是 我們講一般就是所謂的 串流 或者媒體 這些東西 它掉了一兩個紅包 你還是照看 不然你聽歌 掉了幾個紅包 你還是照聽 因為你不會聽得出來 它掉一個紅包 你的聽力應該沒有這麼厲害 你的演技也沒那麼厲害 所以它掉一個紅包 你看得出來 那你應該是非常非常專家的專家 所以這種護包 這種應用 多媒體的應用 它是可以融合掉紅包的 那它是對Rate比較深 如果你的速力要夠 但是可以掉紅包 那這個一般 所以在送 Multimedia Streaming 多媒體 這移音的部分的時候 很多JUDP JUDP 因為它簡單 可以讓你掉紅包 因為這是Application的特色 那其他JUDP還有用什麼 像Dominate Service 就是你到這個Service去問 就是給你一個Dominate 你要換IP 另外這個需求只是 疑問一答 所以它也不需要為了疑問一答 直接連線 所以也簡單 另外一個網管 SNNP SNNP叫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就是網管 那網管要管什麼 要管那個路由器 這個Louter Louter裡面 我們可以網管裡面也是一樣 它裡面有這個字 叫Gate 就是我去抓這個Louter說 例如說 你這個Louter有幾個介面 就是我有八個介面 我在抓 那你這個八個介面是什麼樣的介面 Gigabe Ethernet Wireless name LTE WiMAX 就是每一個網卡的這個介面 都可以把它讀回來 那我可以再抓說 那這幾個介面哪些啟動的 再來抓 那每一個介面傳輸量多少 就是送出去的包包 就是屬於網路管理的資料收集 就是變成這個包包 就是Gate 那它也可以set 去設定 比如說我透過網路 丟一個指令 給一個路由器 說把某一個破關掉 我可以set某一個破 把它Cross掉 變成斷線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破 流量太大 可能抽到公尺 那我是網管人員 就透過SNMP 下一個指令叫set 然後一個paw 給它指令叫close 這個paw就可以有斷線的意思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解除之後呢 再下一個指令給它 說altime 像這樣 網管也是很常用到SNMP 它也是用UDP 因為它只是設定 設定 設定或者取 這樣 所以它只是一位一打的這個動作 也是用UDP 那它本身 我們剛剛提到UDP 本身是unreliable的Service 那如果說 我們希望在UDP上 做到reliable的Transfer Company UDP是不可靠的喔 可是你想用UDP 因為它的便利性 它很簡單 你想用UDP 可是你又想可靠 當然可以 因為你只要自己加 加這個所謂的 加上reliability 你只要自己寫程式 知道說 你用UDP送回去 你要讓對方的UDP回應 比如說你自己加那個TCP的機制 可是又沒有像TCP那麼複雜 因為TCP要先建連線 而且它其實整個機制很複雜 那你可以用比較簡單的機制 來做到reliable的Service 當然可以 可是你這個reliable 當然沒有像TCP那麼完整 因為TCP它是非常非常完整 但是它相對的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說你可以自己加 像reliability specific error recovery 如果傳輸的時候有錯誤 你自己想一個演算法 來針對這些可能發生的error 做一些複零的機制 都可以 那我們剛剛說 UDP的這個header比較簡單 我剛才前面有這幾個 這個 就是small segment header 我們就來看 UDP有多簡單 就這麼簡單 UDP的header就是 只有sourced phone number respected phone number 還有一個就是lens 就是這個紅包的長度 這個lens in file of UDP的segment including header 就含這個header 整個這個紅包的長度 幾個by 還有一個check sound check sound就是 我這個內容 在送的時候會做一個印算 等到一個16bit的值 塞到這裡 那收到的那一端 一樣做同樣的印算 然後也有一個check sound 那這兩個check sound做 對 check sound如果一樣 代表應該是沒有錯 那如果check sound都不一樣 代表這個紅包也錯了 錯了我就丟掉了 就是我們為了檢查說 紅包有沒有錯誤 我們會做一個check sound的檢查 這是所謂的UDP 再來看 剛剛提到的UDP check sound 它的目的是檢查 有沒有發生l 那l其實就是有摩線bit 因為傳輸的過程當中 受到 例如說速度的干擾 或者電子通的干擾 那你這個資料錯掉 1.0 1.0 那它的這個check sound的算法很簡單 就是說把整個segment的content segment content就在這個地方 內容 因為其實我們雖然是塞我們的內容 可是它變成binary 它事實上是個binary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內容 把它看成是一個binary的number 二進位的數 一個很大很大的二進位的數 這樣 可能變成幾千個bit 二進位的一個數 binary number 就是說 我們把它看成是一個sequence of a 16 bits的integer 或者把它看成說 因為這邊都16 bits 16 bits 16 bits 把它配成16 bits 一個整數 我們要做運算 很簡單 check sound就是用once complement的sign 有個誰想不出來 你叫once complement 其他的音樂 大一有寫過了 我們大概有個例子 很簡單 其實就是做個運算 做個運算之後呢 你會得到一個check sound check sound 然後就檢查說 就把它放到 就把它放到 剛剛這個 比如說這個地方先做 把它看成16進位的整數 它加它 它加它 全部把它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 因為once complement 加完之後 得到一個check sound 就這樣 待會兒再看一個例子 好 然後receiver 收到的時候呢 一樣 它一樣 從收到這個能 做相同的運算 得到一個check sound 然後就檢查說 這個算出來的check sound 跟收到的check sound 是不是相等 那如果不相等 就代表arrow 那如果相等 我們只能說沒有arrow detect 相等不代表它一定對得好 只是你沒有查出來而已 所以那個剛好 因為你在做運算的時候 有時候剛好兩個錯分 當你算出來算不出來 當然這個機會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們就說 當相等代表沒有detect到 但是有可能它有arrow去加 這個就看你的算法 看你的算法 這個精確度的複雜度 那譬如說 什麼叫做once complement 我們加兩個16bit的整序 就用那個二字位的加法 然後加加加加加法 那加到最後面會有一個進位 這個進位呢 再把它拿回去加once complement 就是我們先用一般的binary的加 這樣加完 就有進位 那這位呢 再把它拿回去再加一次 變這樣子 然後再上起來 最後就是我 你說這個再拿回去 這是兩個整數 16bit的整數 加完之後就進入到這裡 然後這個再拿回去 再把它加一次 得到一個以上 那我們check sum就是剛好倒過來 what's company 倒過來 就是一變語無變異的意思 那是這樣子的意思 好 這個不在我們的重點 它會做一個check sum的意思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如果要做reliable的data transfer 我們要做可靠的資料傳輸 那我們到底有什麼樣的一些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方法 那我們再來稍微看一下 首先我們在這個地方就畫一個界線 就是說這條線 上面就是我們的application 這邊就是我們的transport service 好 我們因為要做reliable的data transfer reliable 所以我們這邊就假設說 假設你是application 你丟給它data 然後transport layer是reliable的channel 所以你丟給它什麼 待會這邊就要出來什麼 所以等於說假設我們站在application的立場 這邊是送的process 這邊是soul的process 這兩個process在不同的電腦上面 通過e-channel 在不同的電腦上面 所以sending的process 送data 我們這個號 就這個另外號 你送下去什麼 待會對方這邊就要出來什麼 那這邊是reliable的channel 可靠的 就是這邊怎麼送進去 它就一定穿過去然後全部都出來 這個叫做reliable的channel 那這個難度還滿難的 所以我們講你要怎麼樣提供reliable的data transfer 我們說這是在網路相關的領域裡面 一種叫top 10的list 就是前面10個最重要的問題之一 我們一般有來說哪一個問題是最難或最重要 那在網路這個領域裡面 怎麼樣提供可靠的傳輸 是前10米排行員 非常的難的意思 那我們就是說 transport類的本身 它要提供reliable的channel 這是它的任務 可是重點在於說 它的下面是reliable的channel 因為它背什麼IP IP是不可靠啊 也就是說它難在於說 它的application 它的上層丟給它 它要成功的送到對方去 不是它丟給下層啊 因為我們層層的這種觀念 就是你提供服務給上層 但是你要用下層的服務 或者說你用下層的服務提供上層的服務 那提供上層的服務是可靠的 可是你用下層的服務是不可靠的 這個地方 所以它怎麼辦 我們再看一下 所以從這邊角度來看 就相當於說 下面這邊我們這個叫 RBT叫reliable data transfer 就是這個 RBT是指這個 reliable data transfer 就是說上面會用這個 叫做reliable data transfer same 不錯 這個電池就是這個電池 它會送下來 然後可是它經過處理之後 丟給下面這一層 因為這是不可靠的 IP是不可靠的 所以我要改成UE7 UE就代表unreliable unreliable data transfer 不可靠的地區 到最後這邊再上層 再上層 變成這個變成風包 注意它 另外是gata 到了這一層 叫做segment 叫segment 這個segment你要丟下去 這一層要把它變成風包 因為這個風包一定要帶量 要IP而追擊 因為你交給第三層的時候 一定要有IP而追擊 就是這一台電腦的IP 跟這個reciever的IP 要在這上面 同時因為這個地方 都是靠socket 所以for number要帶在裡面 所以這個風包 其實帶了四個參數 就是sourceIP destinationIP sourceport destinationport 這個裡面都有 都有都在裡面 丟給下面 只是它是什麼 所以我們就是說 送的這一端 它就要有一個reliable data transfer 的portacle 它要有一個portacle 才完成這件事情 這portacle 在Internet上面就是叫TCP 當然這個portacle 不只是有TCP 在過去Internet的發展歷史裡面 有很多portacle被提出來 只是最後真正地活下來 就是TCP 要大一頭 當然之前有很多公司提出它是這個portacle 不叫TCP 它可以叫別人的音程 它也是reliable 不過因為後來音程內變成統一嘛 所以其他portacle就被消失了 被消滅掉 因為它沒有市場 所以這邊就要 就是sender跟receiver之間 他們就要建立一個叫做reliable data transfer portacle之間 這是他們的互動的這個地方 就是說你丟下去不可靠 可能丟下去這個地方會掉 丟下去就掉 丟下去就掉 可是我白會是說 你丟給我就要上去了 那為了老師掉 那我大概怎麼上 丟給Vacation 老師掉怎麼辦 我當然要有辦法 這邊要趕快想辦法 所以叫他趕快送 重送等等 那我們就要介紹 怎麼做這件事情的東西 所以我們再把這個地方放大一點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再把它特別放大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接下來要看四個點 一個是送的這一點 就是application送下來 一個是送下去 透過網路之後收進來 最後送給application 有四個地方要去琢磨 第一個 送的這個地方 我們叫做 比如說這個 reliable data funds percent 這個地方我們叫code from about 就是上面的application 呼叫它 比如說呼叫這個library 來送data 所以這個library是 parse data to deliver to receiver的application 就是說你呼叫這個的目的 就是需要把這個data送到這邊去 送到這裡 然後送到上去 data送到這裡去 好 那我們為了讓這個data 可以成功的送過去 我們需要設計一個pollet code 這個pollet code一呼叫網路的時候呢 就算在這裡 他會呼叫 udt unreliable data transfer 因為下面是不可靠的 所以我呼叫下面這個 這一層的服務的時候呢 我是不可靠的 那不可靠的東西丟到對方去 有可能在這個 一半 紅包就掉了 那我這邊真的收到紅包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動作 就是我真的收到一個紅包的時候 然後我會我們講 covid when pocket arrives on receiver side 就是說這個紅包什麼時候來 你不知道 因為它是不可靠的 可能不見的 而且到達的時間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們剛剛講 網路沒有廣正 delay 跟 bandwidth 所以什麼時候到我也知道 所以它有點像 那位學那個叫interrupt 或者assignments 就是非同步 什麼時候到不知道 但是到的時候 我會把一個interrupt告訴你說 啊 紅包來了 只是你不知道這紅包什麼時候 因為網路不保證它的頻繁跟時間 好 沒關係 好 假設紅包到了 到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有點像有interrupt 來告訴你說 喔 紅包到了 那這個 你這邊丟下去 可能丟了好幾個紅包 這個只能倒一個喔 因為第一個 數據也不對 也可能loss 那比如說你這邊丟下去一堆 到這裡的時候 可能剩下一部分 這不是你要的啊 因為你要的是可靠的喔 所以我們這邊就會 再回來跟它要 就是說你什麼東西沒送到啊 掉了多少啊 然後讓它壓 最後讓它送過來 如果通通做對了 對不起 才可以喔 等一下 最後這邊 還可以送上去 送上去 那送消息是誰來不叫它 比如這個 coded by rdt 他知道說 現在這邊收進來的data 是不是按照順序進來 如果沒有按照順序進來的 也不能丟給上面 因為我們剛剛特別強調 什麼叫做reliable service 就是說你這邊送下來的 跟這邊送上去的reputation 順序一定要對 資料的內容也要對 順序要對 內容也要對 還有它的量也要對 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我們收到這個資料的時候 從這邊網路上面收到的時候 可能順序不對 順序不對 資料量少了兩個 這個時候都不可以點它 就是我們要送給上面 我們就呼叫一個delivery data 呼叫這個library 你呼叫它的時候 就代表你這個時候 它手上的資料都是正確 而是按照順序而來 你才可以呼叫delivery data 把這個按照正確的順序 正確的data reliable到這個上下 所以簡單的講一下就是說 這邊呼叫下去的時候 隨便你呼叫 只要reputation有data 就可以呼叫它 因為reputation它說 我有data要送 就呼叫它 呼叫之後呢 它就開始去處理了 因為這個資料為了去應付說 你這個風包可能會不可靠 所以我這個資料收到的時候 我要加工 加工 就是叫什麼工 第一個 編號 編號 1 風包上面加編號 比如說1號、2號、3號、4號 編號 那大概收到的時候 它就看編號 如果收到的編號是1、2、3、4、5 就是按照數據 然後也掉了一個風包 收到1、2、4、5 那就是三枚收到啊 三枚收到你可以跟它講說 三枚收到 它就要送一個三 像這樣 就是簡單的機制就是編號 所以如果加上編號之後 就可以想辦法說 讓這個收的這一關 把有問題的告訴我 然後我把沒有收到的再送一次 再送一次 等到這邊都對了 就往上收 所以這個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後面就會介紹 編號就是一個很重要的技術 然後編號 我就知道你有沒有掉 有沒有掉號 所以這個 基本上比如說就是 好 怎麼做到 你那個編號傳承 比如說 中間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它會用到一些技巧 包括編號 那編號可不可以 就完全解決這個問題呢 不行 編號還不夠 比如說 我們只要講 編號1、2、3、4、5 我丟了過去以後 那掉了第三個 掉了第三個之後 它就說 那我三沒收到啊 我就送回來 他說三沒收到 那這個送回來的封包 各位注意 送回來的封包 它也要直播下面這個 它會來合圈 所以這個包包也可能也會掉 那怎麼辦 比如說你送過去沒有收到 你對方回答你 它也沒收到 那我們就掛在那裡了 所以還有一個機制 叫做他們計時器 我只要封包一丟出去 我就開始啟動一個機制器 然後搭搭搭搭搭搭 我就算時間 比如說三十個mini second之內 或者一分鐘之內 一分太準了 一秒鐘 我沒有收到對方的回憶 我就認了這個封包掉 我就重送 所以就靠這兩個機制 一個編號 第二個他們 那我就可以知道這個問題 有沒有發生 發生的問題 我就可以打開存送 但是你想想看 萬一只是 因為網路上面 因為Internet Internet本身就是很大 它的delay delay是不保證的 對不對 不保證 所以有可能你送過去的封包 其實沒有掉 只是在網路上面被delay Cue在那個router Cue住了 還沒到對方 但是你他號 你以為掉了 你他號你就重送 結果對方就會收到兩個 一樣的 就是說當你重送的時候 那個封包剛剛好像倒 可是你已經重送了 你已經重送了 所以對方會收到兩個封包 這怎麼辦 所以他要加上一個機制 就是receiver這邊 有沒有辦法判斷 這個封包是重複的 重複之後丟掉你的 你不能兩個都送上去 兩個送上去 我們講什麼叫reliable 這個地方送上去的時候 不能多也不能少 不能多也不能少 所以又要加上一個機制 你怎麼判斷重複 重複要丟掉一個 所以我想 這都是基本的技術 我們就等到 下一次再跟各位介紹 那我們禮拜四的時候 是請助教 再跟各位介紹 我們第一個實際作業 那今天就散到這裡 下課了 今天有Cablecom 有些電視的東西 有台灣的鞋 有剛好的這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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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